今日快训,我们将说明政府为协助受这次疫情影响的中小企业推出的几项贷款计划 第一,特别援助金,Special Relief Facility,简称SRF 那套银行被我提供SRF,总额51令吉 贷款,现额高达100万 仅用于营运资金,利率为3.5%余额替检式的贷款 期限是5年半,而且还有6个月的暂缓、返贷措施 SRF是无需抵押品,透过CGC或SJPP两个官方单位来担保 高达80%的担保覆盖率 而该贷款只开放给所有中小企业、个人公司、合资和有限公司 而其他的条件有 一是马来西亚商店注册局SSM 沙巴和少尔越当局、地方办事处或专业服务提供箱的法定机构注册的企业 二、居住在马来西亚的大马人 至少持有中小企业51%的股份 三、如中小企业的股东、市、上市公司和政府联系公司 其持有的股权不能超过28000 一二、BSM微型贷款 为配合政府中小企业振兴配套 国家储蓄银行BSM推出总额7亿令吉的零利息微型贷款计划 此微型贷款可高达75000令吉 最长贷款5年半 成功申请的公司也可享有首6个月的暂缓还贷措施 而申请该微型贷款的条件有 一、必须是微型企业 年度销售营业额30万以下 员工少于5位 二、必须是马来西亚人 三、已在商业注册局SSM注册 四、生意运作超过6个月 第三、国家创业集团商业基金 The Good National 但这只是提供给不密不测的贷款 每家突出微型公司 最高贷款限额为1万令吉 亿率为0% 而申请人只能选择BFM规型贷款 或国家创业集团商业基金 The Good National 其中一个方案 至于如何申请和所需的文件 敬请留意我们之后的发布 谢谢大家抽空观赏我们的视频